桃圆龙德公四马祖七八天七夜奇安绕境 今天上午是来到了彰化鹿港天后宫 七彩烟火释放鞭炮声响彻云霄 镇头队伍锣鼓喧天 街道上集满信徒 沿路有人摆设乡案 还有信徒前程跪拜 上万名信徒跟随龙德公四马祖 绕境近乡抵达彰化鹿港 场面相当热闹 今年是迈向第16年的八天七夜 奇安绕境 徒步绕境 来到我们鹿港天后宫挂会进行 我们今年的人数倍数成长 鸾教队伍绵延数百公尺相当壮观 桃圆龙德公年度盛世 四马祖八天七夜奇幅绕境 沿途经过七座公庙住驾 第四天抵达鹿港天后宫 庙方热情迎接 陆港天后宫主委张伟东表示 跟随四马祖的信徒相当虔诚 尽管过程中消耗体力 甚至走到脚骑水炮 但还是以坚忍的愿力 克服考验 延续与妈祖的新乡路 进乡队伍预计9号上午6点起驾 离开鹿港 透过绕境活动 促进宫庙交流 凝聚信徒们对妈祖的信仰和虔诚的心 传递妈祖福责 也庇佑民众各家平安 东森新闻 陈永逸在章话采访报道